为了增加国库收入 政府将服务税上调到8% 这对人民口袋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 是的 交通部长陆兆福透露 他将在这个星期五的内阁会议 建议财政部把本地航班机票的服务税 维持在6%的水平 以免加重人民国内通勤的负担 陆兆福今天在雪邦主持亚航开摘节 固定机票推荐礼后表明 本地机票的最终征税率 将由财政部长派版定案 一同召开记者会的亚航创办人 丹斯里东尼费南德斯 也同意陆兆福维持6%服务税的建议 因为航空业仍在努力走出 疫情带来的创伤 而旅游业也正是国家经济的重要一环 另外陆兆福表示 随着我国对中国和印度访客 落实30天免签便利 两国访客量目前已经骤增了三成 因此他希望对中印两国的免签政策 能超出现有的一年限期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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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